走 燕燕 燕燕 怎麼怎麼突然就 你這小子啊 老婆生了 你消失了 你昨晚你去哪裡了 平常看你對毛芽芽 是愛得死去與活來的 到了緊要關頭 你又飛去哪兒了呀 你知不知道 女人在生產的時候 是最脆弱的 而且最沒有安全感的 最需要的就是先生在身旁 你懂嗎 又 謝謝你的早餐 好 雅雅還在休息啊 剛剛呢 我問過醫生了 說雅雅恢復得非常好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嗯 什麼幹嘛 告訴我 我剛剛來醫院的時候 碰到何雨琪 我告訴你 就被我猜中了 她為了想要接近你 她肯定是想方設法地 來這裡找你 但是 你又是一個念舊情的人 你真的要會分奪 事情的輕與重 什麼可行與不可行 你知道嗎 而且你現在是做爸爸了 我告訴你 無論何雨琪 她出任何的招 你都不可以心軟 你都不可以再跟她繼續來 因為 這樣子 你讓雅雅知道了 你們關係不清不楚的 她會怎麼想 難道你想讓她氣得 在月子裡面就生病 你一輩子都愧疚了 知道嗎 頭好暈了 你今天怎麼不去上班啊 我上什麼班啊 陪老婆孩子最重要 你看這裡 這裡 是不是好舒服 媽不是說那個 生完孩子以後 下肢的服裝會消呢嗎 暗一暗你就消了嗎 生孩子那一天我沒陪你 是我不對 你雖然沒有說 但我知道你一定很生氣 但別氣了好不好 你氣壞了你自己身體 還是你倒楣 來 換腳 靠住 我跟你說 我這手法那麼專業 是因為我從那個什麼 樹寶寶的一筆筆上面學的 什麼樹寶寶 是寶寶樹 是嗎 你需要什麼 寶寶樹說就是按摩的時候 小腿要順著筋絡按下來 重點是她說 按摩可以增進夫妻之間的感情 去你的 你看 謝謝 翔哥 你 Grill 你終於回來了 孩子怎麼樣 啊 今天怎麼樣啊 挺好的 烏噼烏噼 呼嚓喉啊 住了說到你看住 接吧 沒什麼好接的 贺雨漆啊 刘虎 你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贺雨漆啊 你说什么 怎么会放不下 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 你不用担心 你要想去找他就尽管去找他吧 我无所谓他 我一会儿哄哄孩子就睡了 你这说什么 我跟你结婚了 我是你老公 什么叫做你尽管去找他 你无所谓啊 没错 你是跟我结婚了 但是你是因为我 而跟我结的婚 而且 你还替我埋了那么大的一个秘密 我能够说什么呢 我能够阻止你吗 刘虎 你跟何雨漆以前的感情我都知道 我还能做什么 我能做的就是 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做错了吗 你当然错了 什么叫做 我是为了你跟你结婚的 我跟你结婚是因为我爱你啊 还有我想做的事情 我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 鸭鸭怎么样了 孩子怎么样了 我回来的路上 我就想过要用最快的速度 回到家来陪鸭鸭跟孩子 结果呢 就为了一通电话 行了 你别吵了行吗 吵到孩子怎么办 那你说 我还能怎么样呢 难道我要用我们俩的婚姻来约束你吗 杨杨 你这是在闹哪一出啊 孩子才刚刚生 你经不起这么折腾的 知道吗 妈 您别说了 我已经答应我妈了 生完孩子 我就回家坐月子 刘虎 你怎么不说句话呀 好了 妈 我先回去了 我妈还在家等你呢 我妈还在家等你呢 呀呀 刘 刘 呀呀 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怎么还没走啊 等你原谅我 进来吧 刘虾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也没生气啊 我生气就代表把你放在心上 我才没那么笨 那不然你再罚我做什么 然后你原谅我好不好 好啦 原谅了你啦 休息吧 休息 在哪里休息 难道你要在客厅休息 哎 老规矩啊 我去床上你打地铺 哦 我还以为你要跟我抱团取暖呢 想得美 地铺不用打了 我今晚不睡了 我得想想我设计稿的东西 你真的不休息啊 真的 我得赶快把设计稿赶出来 才能证明我自己 你真行啊 把工作室搬到我家啦 对啊 我明天就把画图的工具带来 我就可以在你这里画图啦 好啊 那我把我房间让给你啊 什么意思啊 你把房间让给我 那你呢 傻瓜 你霸占了我的房间 我当然是回你家霸占你的房间啦 你要回我家啦 芽芽 芽芽 您太好了 你都不知道我妈有多想笑笑 我有多想你呢 好啦 赶快去买你的设计稿吧 好 哇 好 哦 好 哇 你 好 啊 我的老婆终于回来了 你看你一回来 妈对你态度多好 你知道吗 我刚刚看到你妈看到笑笑 就是把笑笑当作一个心头肉 那我担心啊 没什么好担心的 没什么好担心的 只要我们守住这个秘密 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谁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真不是时候 喂 安先生 是 出了什么问题吗 是 好 好 我马上进公司解决 好 你干嘛 干嘛藏手机啊 没有 是有什么秘密被拿摩托 没有没什么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杨阳 你的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 相会 你 打开 密码是什么 你的生日 不是 打开 这密码是什么意思 是相会的生日 还是你们的纪念是什么的 杨阳 对不起啊 我这个密码是以前设的 我还没来得及改 我没想那么多 你没想那么多 那就是我想多了 什么叫你幸福他放心 你幸不幸福干他什么事 你该不会现在要告诉我 你一直跟他联络 我对他念念不忘吧 再把妈做的 刘皇 杨阳出来出来出来 快点哪 你看我脸一直哭了一直 不知道为什么 爸爸你抱一下 抱一下 你们红吗 我要去上班 你们说走就走呢 像个像爸爸的样子 我说 这男人不懂就算了 那你是个做妈的 你怎么也管她 奶粉也不装 尿色也不坏 孩子也不狗 你有吗 我这回事 会给你带你 我抱了 行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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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虎 对不起啊 是我错了 刘虎 对不起啊 是我错了 但是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联系向辉 更不用说孩子的事情了 还有 我的手机密码已经改了 是宝宝的生日 你快回来吧 我跟宝宝一起等你吃饭 来 遵命 老婆 回来了 老婆 你嚷嚷那麼大聲幹嘛 你嚇得我 你看那小鬼嚇得 都還沒吃飯啊 對啊都在等你吃飯呢 你在等我吃飯呢 快坐下吧 今天有一個菜是我做的 你猜哪個菜是我做的 這個吧 好好吃哦 不是 不是啊 西紅柿 你看這個西紅柿 不是啊 這不是啊 是湯啊 我包了好久 我早就知道是湯了 我剛剛都是鼓勵的 你看你看 甜的咧 吵架的時候那個胸像都忘記了啊 現在好的時候甜的跟蜜糖一樣 哎呀看起來好好喝哦 哎看看 爸爸 看看 爸爸回來了 爸爸回來了 爸爸 爸爸在喝湯 哇 哇好好喝哦 對啊 好好喝哦 跟我媽平常做的都不一樣 特別好喝啊 那當然了 因為我用了毛鴨鴨配方 真的啊 小鬼我們不看 我們不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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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冰哦 這款面膜呢 特別好用 哦 有適合各種年齡段 和各種膚質的 給你用的這款呢 也是難款的 嗯 難款 你怎麼會有難款的面膜 說 給誰準備的 當然是給你啊 還有誰啊 快躺下 真的 真的 這是我前兩天 在手機微店上來的 嗯 買了專門給你敷的 哎 這個是什麼牌子啊 我回頭給你多買一點吧 翘十歲 翘十歲 燕燕 現在好好看著我 記住我的樣子 幹嘛 因為一會敷完面膜 我 我就只剩十歲 你神經啊 你別笑 把臉都放起來了 效果都不好 姐 不知道喂 我看一下啊 一個陌生的固化 接啊 沒有接啦 嗯 喂 喂 劉環 我 我好害怕 我剛才被人跟蹤了 然後一不小心 他撞車了 你在哪裡 誰跟蹤你 是不是同建國派的人 你怎麼樣 我在重新醫院 你快來我好害怕啊 好 我馬上就去 爺爺 去吧 你別介意啊 人命關天嘛 快去吧 嗯 他問你 不要去吧 你別去哪兒 我找你 我找我 罵你 我找你 他找我 你叫你 他找我 快去嗎 你去找 keine 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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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一句好不好 就一句 说吧 没话说了吧 刘虎 刚刚接到何雨琪 出示电话的时候 我是不是二话没说就让你去了 那是因为我不想束缚你 我不想怀疑你 可是你呢 你对得起我对你的信任吗 我对得起啊 我怎么对不起了 我什么也没做啊 脸都贴到一块儿 叫什么都没做吗 难道非要亲上台就做了吗 你在说什么啊 她在病床上 我照顾她本来距离就 我们离婚吧 杨雅 你怎么了 我们不是说好不把离婚挂嘴巴上的吗 你刚生完孩子 这样跑出来多不好啊 好好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好不好 这样你满意了吧 什么叫我满意啊 刘虎 能够说说这句话 就证明你觉得自己没错 选择 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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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让你爱我的天赋 明白有一天你会找到一个人让我羡慕 多精美的理由 才能就当初碰住 认真地对你说声 祝你幸福 晓晓 晓晓 你放开我 不 你放开我刘虎 不 我再也不要放开你了 我再也不要你离开我一秒钟 我永远都不会放手了 你认命吧 这辈子你跟定我了 你放开我 来 燕燕 我们回家了 我们回家 回家 刘虎 刘虎 你放开我 我 放开我呀 刘虎 没错 芽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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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点 你放开我 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再说嘛 我等不下去了 好好好 那你要干什么 我现在就想跟你离婚 我现在就想跟你离婚 你是不是把离婚说上瘾了 这个话不要一天到晚挂在嘴巴上 我说的是真的 刘虎你放过我吧 去跟你的旧爱破镜重园吧 我只要孩子 不可能 我死也要跟你埋在一起 这样的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了 一边是面对你妈的愧疚 一边是何雨淇的死成烂打 我怕这样下去 我们两个只能互相伤害 就算互相伤害 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撞到了 是不是很痛 你真是的 是不是很痛 你等一下 我去帮你拿药 刘虎 你知道我刚才 她为什么一直喊着离婚吗 刚才我在小区 我路过多拉玛 路过物管办 回忆着你的好 怀念着我们在一起的欢笑 甚至争吵 我发现我已经依赖上你了 真的吗 真的吗 你刚认识我的时候 我的不堪 我的死心眼 你都看见了 没错 这就是我爱上一个人的表现 你想我要走 她不爱我了 我怎么不知道我应该放手 必须放手呢 对于一个不爱你的人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土劳 这些我都懂 这些我都懂 可是我做不到 我不甘心 我总觉得 只要我努力了坚持了 她就会想明白 就会回心转移的 小慧已经过去了 不要让她再影响你 影响我们的生活啊 你听我把话说翻了 我受过一次伤 我怕了 我觉得我这辈子 都不会依赖上别人了 我觉得我的心已经死了 可是我现在发现我没有 我吃醋 我难过 我讨厌你跟何雨琴在一起 一分一秒都不行 刘华 你可以笑我 你可以笑我单小 你可以笑我懦弱 你也可以笑我没自信 可我真的就是这样 我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伤痛了 我 更何况 我们之间还有那么多的鸿沟 是无法快乐的 听我一句 求当你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 放开我 让我走吧 给我安宁 也给你自己一份自由 也给你自己一份自由 好吗 你让你尽出来 do you have to love you 我会放手 不客气再对你不思考 我会随着你不思考 不客气再对你不思考 你还值得吗 你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的 好 若果 你没睡啊 没睡啊 你也没睡啊 你想什么呢 我 没有啊 那你干嘛爱生叹气的 说 想什么 想你 对你 坏着一个永恒的心 你几时去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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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不得了小怪哭了 他是不是肚子二人喂奶了 干什么喂奶啊 妈 好 好 拜拜 喂 莉莉 怎么了 你帮我看一下门口的鞋柜上 是不是有一份文件我忘了带啊 奇怪 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那还真有啊 是蓝色的 设计方案对吧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你现在叫小金马上送到安先生的酒店来 小金和妈妈带孩子出去晒太阳了 没在家 就我一个人在家 他们出去了 好 那我搭给他们 等一下 我给你送过去吧 你来啊 可是你病才刚好啊 我没那么娇贵 先说好啊 给我帮车票啊 好 那你赶紧 你小心一点啊 快快快 拜拜 您好 请问一下二楼的大会议室在哪儿 往这边走 谢谢啊 走 走 走 安先生 小飞 你好 要不 这位是向总 总部派来的项目顾问 他可以说是我的领导 好 安先生 您就别笑话我了 总部派我来是向您学习 以后啊 七星酒店这个项目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两个得好好沟通 刘总 您好 刘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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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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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是她呢 曉輝 曉輝她怎麼在這 沒事的 沒事的 我剛看見她的時候我也很驚訝 但沒事的 沒事 在恐怕 回来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睡不着 睡不着也得睡啊 晚上不睡对身体多不好 最近公司很忙吧 你坦白跟我说 最近你是不是在躲着我啊 为什么 当然没有 我为什么要躲着你 你别瞎想啊你 瑶瑶 正好 你的快递 快递 我最近没有玩过啊 没有玩够 肯定是刘总送给你的惊喜 快拆开看看些什么 这什么呀 要不要看一身 感觉那么冰冷 感觉那么冰冷 瑶瑶 礼物收到了吗 本来想约你见个面的 当面把礼物送给你 可仔细想一想 见了面我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 别记恨我 祝你和刘霍幸福 来 来 坐 怎么了 怎么跟李小宝预支薪水了 为什么要等到事情发生了以后 我最后一个知道呢 我跟李小宝预支薪水怎么了 我以前也找她预支薪水 这不挺正常的吗 我不明白 刚才妈妈为什么生气成内啊 我家里需要用钱 我总得解决一下吧 以前是以前 但现在我是你老公 你这么做的话 别人会怎么想我 你家里需要用钱 你可以跟我说嘛 我可以帮你啊 这件事情上 我不需要你帮我 为什么不需要我帮忙 你是不是忘了 现在我们是夫妻 你如果需要帮忙的话 你应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不是 刘霍 我不是这样的 反正在这件事情上 我不想让你帮忙 那不然是怎么样呢 你是不是把我当外人 我没有啊 那没有是怎么样 没有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我真心觉得给你添太多的麻烦了 从我们两个认识到现在 你帮我的真的太多了 我有特别大的压力 和特别多的 特别多的欠就感 你能够明白我的心情吗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我不想让你帮忙 你看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了 你心里面老想着生了一个 不是我的孩子 就觉得亏欠我 这个想法在我们中间 砌了一道墙 好了 不提这个了 我没有想到 我们俩的婚合生活 会有这么多的麻烦 我看到你妈的时候 我特别地提心吊胆 我生怕她知道 孩子不是我和你 现在向辉又回来了 你知道我有多不安心吗 我就害怕她知道 孩子是她的 冲过来跟我讲 向辉回来有什么好不安心呢 向辉回来怎么了 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她 你在说什么呀 你就那么不相信我吗 我们俩在一起生活多久了 你不了解我吗 你怎么老是拿向辉来说事呢 我怎么就想着她 我怎么想着她 那 那 这卡里有二十万 不管你家里要干吗 应该都够用了吧 密码你知道的 拿去 我不要 拿回去 你拿去 我说了我不要啊 你不要让我接受 我不想接受的事情行吗 你拿去 对 你爱要不要 反正你不就想离婚吗 那提吧 那么冷的天 你抱孩子去哪 给你 好好好 你不要就不要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我不想干什么呀 我现在就只想回家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想找个调待一会儿 行吗 你不是说了吗 你想离婚啊 好 你回家 回家就回家 你回家好好待一会儿 好 想为我老实说 要不是因为这个项目 还有安先生 其实我相当不愿意跟你合作 你明白吗 明白 当然明白了 是因为毛鸦鸦 说起毛鸦鸦来呢 那天晚上 我在马路上碰到她了 抱着孩子 情绪好像不是很好 虽然不知道你们之间 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对她好一点 鸦鸦是个好姑娘 之前是我对不起她 但是我的不对 但是我希望你这个做老公的 别再辜负她了 干你什么事 她现在是我老婆 我知道怎么照顾她 特别是你 你有什么资格教我 我也只是善意地提醒而已 因为我希望鸦鸦过得好一点 那我收到了 谢谢 谢谢 主任 对不起啊 我昨天晚上忘记把钥匙给你们 我现在送过来 等一下 这么大冷天的在楼下干吗呀 我来接你跟孩子回去 我妈真生气啊 不是 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回去 我得回单位 我还有点急事 单位不就是我家吗 鸦鸦 我跟何雨琪说好了 就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她都不会再来扰乱我们了 你跟我回去吧 你带着孩子不能躲一辈子的 我也不想躲呀 你以为我想回娘家呀 可是刘伙 你想过没有纸是包不住火的 我都跟你说了 何雨琪已经来问我了 已经开始怀疑了 你说怎么办 我们总得想个解决办法吧 那怎么办啊 跟我妈说事实啊 我怕她受不了了 可这种小青衣衣偷偷摸摸的日子 我真的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怎么会过不下去呢 不是还有我吗 还有我吗 你说 是不是向辉回来了以后 你开始动摇了 你在说什么呢 我在跟你说孩子的事 什么向辉啊 再说了 我都跟你说了无数次了 我跟向辉没关系没关系 你干嘛怀疑这个呀 对不起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我太在乎你 太爱你了 自从上回回来 我就有点害怕 我怕失去你 对不起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好了 我们快点想个解决办法好吗 走吧 走吧 你不是要到单位吗 我送你 你走吧 我也希望孩子能跟亲生父亲在一起 毕竟刘伙不是她的父亲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毛鸦鸦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的意思你懂吧 好 喂 艾雅 咱俩见一面吧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商量一下 叔叔 找我有什么事 我还要回当位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 我就是想问你一句 你这孩子 到底是不是刘伟 想坏了 你大白天说什么鬼话呀 不是刘伟难道是你的吗 我还不会傻到那种程度 我被你抛弃了 我被你抛弃了 我嫁人了 我还还你的孩子 我凭什么呀 你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啊 你也不照照镜的你是谁啊 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是 你说的是 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我 只要你心里痛快 晓辉 我现在很幸福 无许以骂你来取了 请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 更别痴心妄想 孩子是你的 好 晓辉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呀 咱俩以前在一起的时候 我来这儿的次数还算少吗 六年 两千多个日子 我来这儿见你父母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你想说什么 你又想表达什么 如果你想去救的话 那请你走开 失败的感情已经成为过去 那就是一种经验而已 我早就把它抛到脑后了 我不会去想它 也请你不要去想它 你走吧 我们家里的人不欢迎你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发微信你也不回 我有些事情我总得弄清楚吧 我今天来这儿 我就是想问问你家人 笑笑她到底是不是我孩子 笑回我发现你真是可笑哎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 你怎么就是不相信呢 你来这里就不怕我家里人 给你脸色看呀 特别是我哥哥 他能一抱 怎么让你赶出去你信吗 毛细琳 就她啊 我还真就不信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闲鱼翻身了 成为精灵了 我们家里的人 就会对你改变态度 我告诉你不会的 你听清楚了我再说一遍 笑笑是我跟流火的孩子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请你打消这个疑问 不要再作茧自负了 我作茧自负 不 雅雅 从我一开始听到这个留言 说笑笑有可能是我孩子的时候 我就没有一天安宁过 我脑子里每天都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搞清楚的话 我就会谨示你啊 我是个男人 如果这个孩子真是我的话 我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 承担责任 别说笑笑不是你的孩子 就算笑笑是你的孩子 我也不会让你去承担这个责任的 你算什么呀 你就是一个前男友 你在我这儿 充其量就是一个 忘恩负义的前男友而已 是 我是 有些事情我当初应该跟您当面讲清楚 我很对不起 我跟你道歉 雅雅 你替我给你解释什么 我不想听 我什么都不想听 你的任何理由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我是刘伙的妻子孩子的母亲 香慧我求求你了 不要再给我添乱了行吗 我求求你不要再给我添乱了 别的 向总 我已经派人给你准备好了孩子的胎毛 请你做亲子鉴定呢 你 你 你 亚 那个 我 earthquake 你看 我这样不行 太没有气息了 亚亚 走 跟我回 不行 我这样不行 我这样太凶了 你怎么说啊 真是 这亚亚亚是不是到底一般来收莫的 王亚亚 你舍得让我在家里等你吗 她当然舍得 她怎么不舍呢 她就是舍得才不回你 那我 那我 你是不是生我气啊 生气 生什么气啊 你别笑 我很严肃呢 那一天你不是看到我送那个 她回来吗 从那之后你就早出晚回的 也不怎么跟我说话 我发誓 我真的跟她什么都没有 那天真的是她车子坏了我 顺道送她回来的 要不然的话 等一下我出门我 你干吗呀 你发什么事啊 呸呸呸 这极力的 呸呸 雅 最近呢 我从那个宝宝术手机软件上面 看到很多 关于怎么做好父母的讨论 父母的情绪平和 对宝宝是很关键的 这个 为了把我好 您就别跟我闹别扭的心了 好吗 我知道 你们俩那天什么事都没有 都是何雨琪自搞自演的 之前不是也发生过吗 还害我们两个大吵一架 我毛鸦鸦呢 虽然有的时候脑子有点不公高 但也知道吃一天找不治 那个何雨琪 不就是想让我不信任你吗 我才不会让她得逞啊 陈琪呢 不可能 那你干吗躲着我 谁躲着你了 我最近工作太多了 总公司要过来视察 而且我们现在 要凭那个什么 把最佳团队事要特别多 我就交给别人我们放心哪 所以你没生气 那你抱我一下 抱我一下 我就相信你没生气 你没生气啊 那你真是的 你早说一声嘛 害我担心半天的 妈也是 她觉得我们两个又吵架了 逼着我跟你道歉 那骂了我一顿 我就跟她说有什么好道歉的 道成歉嘛 对不起了 你别老忙 你真不知道什么日子快要到 宝宝马上要摆日宴三个月了 我真是啊 这么快 哎呀 我真是个不称职的妈妈 最近高顾着自己的事儿了 你今天能不能偷偷回家一趟 咱们回家跟妈妈商量商量就行了 行 那你等我一下 我去安排一下工作 你等一下啊 等我一下 马上就来了 原来没生气啊 本来就是嘛 生什么气 经过鉴定 孩子的DNA跟你的皮密度 拿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也就是说 这孩子是你的 真的是我的孩子 什么 你妈让你跟孩子做亲子鉴定 你妈怎么知道的呀 大灵火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 我也不知道啊 你先冷静一下 我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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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在想办法 其实我妈那个样子看起来 她没全相信 她就只是觉得没面子而已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 不能让她接触到孩子 万一她把孩子直接抱到医院 那就糟了 所以我说 你先把孩子带回你妈那里住几天 其他事情我们再想办法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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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知道了 那 那我等你消息啊 好 好 谁呀 怎么了 怎么了 说不定萌芽还会遭罪呢 你以为我不想吗 我也想 但是现在芽芽根本不想见我 我怎么跟她走 果然 果然是你们两个起来整我 大雅 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 你替我给你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呀 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小辉 你现在满意了 现在刘火他妈知道 孩子不是我跟刘火的 你满意了 他们说你扔下我们 一声不吭地玩消失 我跟刘火好不容易 组建起一个美好的家庭 你却横空出现了 还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你要怎么样啊 莫艾艾 你现在才想起害怕了 晚了 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我给你拼了 贺雨琪 贺雨琪 我对你一忍再忍 是因为看到你对刘火 曾经的付出 现在你所做的一切 让我对你忍无可忍 莫艾艾 你装什么情稿啊 本来就是你插足我跟刘火 孩子本来就不是刘火的 你早就应该带走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你真行 你真厉害 真厉害 你没有联合起来对付我是吧 晓辉 你要跟我抢孩子是吧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孩子是我辛辛苦苦 怀的学生出来的 贺雨琪 你要跟我抢牛火是吧 我告诉你 也没门 我跟刘火好不容易在一起 不是说分手就分手的 我告诉你 你们两个白费心机了 你们这么做 除了让我跟刘火 更加看不起你们以外 其他什么用都没有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胆小懦弱了 我一定会好好守住孩子 守住刘火的 你们快等着吧 你做梦 我绝不会放手 麻烦你帮我转告安先生 我马上就到 谢谢 刘火 怎么办啊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就知道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 你妈知道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毛鸭鸭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你妈现在肯定恨死我了 之后她对萧萧那么好 她现在肯定伤心死了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呢 别担心 别担心 这一切都是我坚持要你做的 我坚持要你嫁给我 我坚持要你瞒着我妈 这些骗女人都是我开始的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 我会帮你承担的 你别担心 你说 这件事情我们真的都能承担吗 你放心 可以的 你相信我 只是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笑笑的身世怎么不真的暴露了呢 小慧回来以后 她一直反对我加入七星级酒店的项目 我看得出来她对我有很深的敌意 雅雅 你知道吗 那天百日夜以后我碰到何雨琪了 她问我 这孩子难道是你轻生的吗 当时我以为她故意乱说 现在想一想 原来这一切他们早有欲谎 好了 你别说了 主要是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听我说 你 我 肖肖 我们是一家人 谁也分不开 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听我的 好 你把肖肖带回你们家先住几天 我还得赶去静安先生呢 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好吗 好 瑶瑶 妈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 瑶瑶 我想问你啊 晓晓是不是留活的孩子 我不想问你 晓晓 晓晓他是我们前男友儿子 好 为什么 为什么要欺骗我 妈 隐蔽的梦 妈对不起 是我的错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欺骗了你 对不起 你全球都温柔 这就是人 你养的好孩子 对不起 亲家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给你道歉了 我一是想ando 遍之地 你会懂 多久我多月一等 到明天 到明年的永恒 深夜里 全是你的眼睛 在脑海里反光 都会去不去 如眼随心 你眼睛 像电影 若离开 你的温柔 我就无法呼吸 忘不掉你 这么醒 这么听 太清醒 像沉浸 都是你的想念 告诉自己 离过去 那些记忆的人 改变默契 不要一次冷静 忘不掉你 太美丽 太清晰 这么记忆 让我都不能自己 为什么你 听不清 我爱你的心 渐渐都冰冷 忘不掉你 喂 刘华 你们要在医院吗 在哪家 我马上过来 你今天找我 会为了七星鸡酒店这个项目吗 你说是为了什么 刘华 我很对不起 我没有想到 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请你离我跟芽芽远一点好吗 既然你当初一走了之 现在就不要再回来 纠缠孩子的事情 但是笑笑也是我的亲生骨肉 我想弥补我以前的过错 不要再来纠缠我们 我妈已经为了笑笑的事情住院了 我的家被你弄得一团糟了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 我想狠狠地揍你一顿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我也是一名父亲 你没资格说这样的话 你扪心自问 你付出过什么 我再警告你一次 你压压跟孩子人一点 我宜百姓 你不信心自够 你去哪儿 这是小婧给我的 你知道吗 是 这是我妈她自己写的 你也知道我妈就有这个习惯 她就爱自己乱信 小青怎么把这个东西给你了 看来你是知道了 其实小青给我的 你妈给我的都一样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妈 这是作为一位母亲的正常之举 你说 谁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了媳妇 还怀了别人的孩子 你说谁能够接受 别说了 别再说下去了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要一起挺不去这个坎 谁也别放弃 可是如果我真的挺不下去了 我现在只要一听到声音 我就觉得他们在指责我 在议论我 我觉得我干了一件 特别伤天害理的事 我对不起你 别这样想 那一些人他们都不重要了 别管他们说什么 那都是你自己想的 现在最重要的只有我妈 只要我妈能够接受我们 就没事了 等她出院好不好 等她出院我们带着萧萧 一起跟她说 她会接受的 她一定会接受的 妈 我们不要再自己欺人了 也许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了 也许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了 我们唯一的选择 可能就是离婚 你就那么想跟我离婚吗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 我们要一起面对 你就那么想放弃我们的将来吗 我不会跟你离婚 你听好 我永远不会跟你离婚 不会 我不会跟你离婚 你听好 我永远不会跟你离婚 不会 不会儿 向辉 你别喝了 你喝多了 童话 你说亚亚她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 他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呢 我那么爱他 他应该知道 他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呢 你都双手 梦醒我整个世界都颤抖 没有尽头 我怎么领悟你悲伤同残忧 我真的很爱他 他应该知道呀 那样 你不能再原谅我一次了 有难来和谁敢开 没有爱过你的人 不会明白 尼亚 没事吧 我好担心你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他们昨天说找不到你 我很担心 过来等你 妈让我留下来的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 我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吗 你知道吗 当初跟向辉在一起的 不是别人 是童话 我最好的朋友 还有更可笑的呢 涉及所有这一切的不是别人 是我哥哥 我最亲的哥哥 怎么会这样 你一定很难过 但算了 叶雅 别想了 这些事都过去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 跟我回家好不好 我们两个一起面对我妈 一起面对这些问题 一定能解决的 刘华 我们离婚吧 在经历童话跟向辉 当初是如何瞒着我在一起的时候 在经历最近的事情以后 我发现我快承受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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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未来该如何面对你妈 你妈她不会有你 她不会原谅我的 就算她能够原谅我 可是外界也不会原谅我们 不会接受我们的 我离婚 我们离婚了 我真的快承受不起了 我 看你这样子 我好舍不得好舍不得 我也好舍不得离开你 可你只想一想都刻在我的老海里 刘华 我求你了 再怎么努力想忘记也忘不掉你 你放过我好吗 就这样自己沉醉在模糊的厉厉 永远不想清醒 就这样逝去 其实我好爱好爱 好爱好爱 不敢你到底为何 总在作逼我 不敢你用的胸拥 是否还爱我 我们以后 是否有下辈子 我一定会好好爱你呢 这是你们离婚证 请收好 请收拾 这是你家的钥匙 我还你 还有你的衣服 我已经洗好 叠好 放在柜子里了 以后 要好好照顾自己 知道吗 你也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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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变成熟 请求没有为止数 死留活 臭留活 我找不到工作 实在不行的话 我又去厚海之余画摊以画画为生 流浪在街头的漫画家也不错 叫你还会丢工作 这个是我 毛丫丫 这个呢还是笑笑 死留活 臭留 你干吗呀 今晚也不唱吗 我还偷看我秘密啊 这是我的房间 你还想有什么秘密啊 你的房间那也是我的房间 好不好啊 以后进来叫门啊 叫不懂女貌你知道吧 你的就是我的 我要看 你看 给我 给我 你给我哪能看哪 这很帅的好不好 比你自己本人帅 你累我 累我 累我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好好看一看 我 干吗突然想画我 因为你长得比较难看呀 哦 是吗 嗯 我长得难看所以想画我 哦 我长得好看 你长得好看 画起来可不是那样耶 那就是你 不让我躲而生 不完整的嘴巴 故事都只能通融 我一个人 如果你有天想去我 我希望你也毁灭我的风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正常程序 什么正常程序 我已经咨询过 专家了 我们不是上市公司 没有义务给你看什么 财务报表业务清单 还有什么银行保证书 项目无差别贷款 我做生意那么多年 听都没有听过 你摆明就是故意刁难我 你要非这么说呢 我也没有办法 刘霍 你们公司给我们提供的 只是银行的异想合作文件 如果单凭这个 我们就跟你们合作的话 这也未免太草率了吧 银行入资了多少 万一中间有空档 该怎么办 银行入资的部分股权 是怎么划分的 会不会直接影响到 你们公司的决策权 到最后我们跟谁合作 是跟你流伙合作呢 还是跟银行合作呀 如果这个事情 没有弄清楚的话 那你公司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会直接影响到七星级酒店的项目 你少跟我说这些官方的理由 不就是为了鸭鸭跟孩子吗 我告诉你 我跟鸭鸭离婚了 你究竟还想怎么样 刘虎 你跟鸭鸭的事情呢 我的确带有私心 但是我向辉 不是一个随便把个人感情 带到工作中的人 合作的事情 我们会在意 好 这是你说的 我们两个私事跟工作没有关系 行 你要的这些东西我会准备 但我要告诉你 我跟鸭鸭离婚 并不代表鸭鸭就会跟你在一起 因为她不会原谅你 没错 你是孩子的父亲 但我要再告诉你 你不配当孩子的父亲 离开的女人 不开的人 在里面 小心一点啊 看不开 这些要都不会来 谁都别 却我会改 你不开 你不开你 再往这边 再往这边 这个市场的换一些鱼胖 然后换一些鸡胖 随下扶转她 再往这边 你少跟我说这些官方的理由 不就是为了鸭鸭跟孩子吗 我告诉你 我跟鸭鸭离婚了 你究竟还想怎么样 我跟鸭鸭离婚并不代表鸭鸭就会跟你在一起 因为她不会原谅你 没错 你是孩子的父亲 但我要再告诉你 你不配当孩子的父亲 我现在还要工作 以后你没事也少来这里 那样 真的非常对不起 你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就当是为了笑笑行不行 你是对不起我 既然你知道 就应该离我远远的 你还跑过来干吗 你还有资格跟我提笑笑 向辉 你当初背着我跟童话在一起的时候 你有想过会有今天吗 你当初抛下刚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我 养无音信的时候 你有想过会有今天吗 你的对不起说得太迟了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你从我的眼前消失 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因为我看到你 就只有无尽的悲伤 和对曾经痛苦的回忆相会 我求求你你走啊 你离我远远的行吗 姐 如果你现在过得好 我会祝福你 可是你现在过得并不好 你跟刘火已经离婚了 你怎么知道我离婚了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了 燕燕 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 让我照顾你和笑笑 让我弥补以前的过错行不行 不行 相会你听好了 我离不离婚都一样 跟你没关系 还有 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我求你了 燕燕 你不是不理我了吗 燕燕 你不是不理我了吗 难道我们就要当陌生人吗 尽力分手 尽力分手 离婚 有些人可能老死不险往来 有些人呢 可能相恨一辈子 如果还能继续做朋友的话 就证明他们没有爱过 留活 我们一定离婚了 也应该开始 各自的新生活了 你帮我一个忙 感觉一下你的心 它还在跳吗 留活你别这样 对于一个单身的妈妈来说 爱情是一种奢侈 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谈感情了 所以 现在的我 只想好好工作 拿一份稳定的薪水 养活孩子 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其实何雨菊跟你在一起 也挺好的 我还是喜欢你 我一直想过 那可乐 我还想过 我看你 你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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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